大家下掌声鼓励 台湾在今年4月正式迈入高龄社会 不仅如此 失智人口也逐年增加 据统计全台失智人口已超过26万人 失智照顾议题及政策刻不容缓 台北万华区的申洛社失智老人养护中心 是全台唯一专者照顾失智障长辈的机构 今年成立满17周年 深受失智家属肯定 由于老人失智照顾工作及经费来源 取得相当辛苦 民间失智老人基金会与贫布业者共同合作 举办用爱拼贴记忆募款活动 集结社会善心资源 那我们希望集合大众的力量 来把这个事情做好 那这个做好 那就需要到大家一起来赚点钱 那因为政府的力量 是需要民间来支持的 呼吁大家慷慨赚钱 我觉得这一份 就是让我们家属最最最最放心 也最最最感动的一个部分 都接受了这里所有的志工 环境 工作人员 务林人员 全面的 无微不知的照顾 透过平时 缝制拼布包等手工创作 不但能消除失智长辈的焦虑 训练手演协调性 还能将这些手作拼布作品 当作意卖商品来卖 获取经费支持 手部的精细动作 还有手眼的协调 还有常常失智症者 会受到挑战的一些 空间概念的能力 其实拼布就可以让他们在 停时生活的时候做 那我们让失智老人 在他有空的时候 去做好一个拼布包 那实际上就对他的认知功能 还有心情 还有各方面的情绪都会好的 执行长邓世雄表示 期待有更多社会资源 打破台湾社会大众 对失智者的刻板印象 投入更多失智长辈照顾 维持他们基本的生活能力 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 有这些新闻 虎顺乌六台北市采访报导